4月17日 是古巴人民吉隆滩战役 胜利三周年纪念日 首都各界群众隆重集会 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郭默若讲话 他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巴革命 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安赫尔瓦联特罗德里格斯 墨西哥朋友爱伦娜大斯盖斯戈麦斯 智利朋友马里奥 阿朗西比亚先后讲话 他们都强调指出 约翰逊和肯尼迪一样 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死敌 4月19日 刘少奇主席 接见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外文委副委员长 康九勇率领的朝鲜文化代表团 全体成员 廖城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 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 关于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会谈纪要 和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 于4月19日在北京举行换文仪式 4月18日首都各界举行集会 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九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讲话 他说中国政府将为第二次亚非会议 做好充分准备工作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默罕默德 舒埃补米斯凯尼亚 预祝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成功 哈尔滨轴城厂工具车间前宫赵舒秦 五年来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不断提高阶级觉悟 成为厂的先进生产者 赵舒秦带动全家学习毛主席著作 合学活用改造思想 曾经受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弟弟赵泽学转变了 成了大名化工生产合作社的积极分子 妈妈成了勤俭持家的能手 毛主席的思想改变了全家的精神面貌 山东造纸总场 逝日成功薄化报纸 这种画报纸又薄又轻 经过技术鉴定 十三项质量指标全部达到了国家标准 这个厂的职工们 自己动手进行技术设计 搜集资料改进设备 克服了重重困难 试制成功了这个技术难度较高的薄化报纸 并且投入生产 每平方公尺 六十五克重的薄化报纸 比过去的厚化报纸轻多了 可以减少外销运费 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薄化报纸的印刷效果很好 新疆天山脚下 有一片未开垦的荒原 这里的土地含碱量很高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武师弘兴二厂的同志们 以渔工移山的精神开荒造田 他们饮水洗碱 改造岩碱地 这是十一年前开垦的荒原检地 红兴二厂的同志们 经过十一年的艰苦斗争 开发了一万多亩荒地 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四百斤 现在他们又以革命的精神开始了春耕生产 广东阳江县人民积极植树造林 他们采用了营养碑育苗方法 用稻草湖上黄泥做成泥草碑 再加上营养土 在碑内撒种培育成树苗 由于营养碑内有足够的水分和养分 即使在缺水贫瘠的土地上 树苗也容易生长 成活率很高 杨江县江城公社的社员 育苗四十五万株 全县人人动手 决心绿化荒山 并在房前屋后种树 美化环境 杨江县人民的植树造林活动 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音乐家杰夫 二十几年来 一直坚持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 积极为革命斗争服务 坚持音乐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 二十余年中 他创作了一千多首歌曲 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 成为鼓舞群众斗争的锐利武器 杰夫同志经常渗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这是他在沈阳中朝友谊人民公社 把他写的歌曲交给社员们 杰夫同志来到沈阳第一机床厂 和工人同志们同声唱起革命歌曲 鼓舞他们的生产热情 四月九日 在沈阳市举行了杰夫歌曲音乐会 杰夫和全体同志一起 高唱他创作的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仁穷等领导成志 向杰夫以及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